那今天這個議題雖然他叫做老派酒學 但是以歷史事實來說 Carl Popper 禮物門其實沒有很遠 畢竟他世事到現在還不到30年 他是1994年世紀 那現在很多很夯的 厄蘭、卡蜜 其實都是他的晚輩 都比他晚出生 厄蘭小他4歲 卡蜜小他更多 但真的差別是 如果說他老派 他的年紀是真的很老派 厄蘭小的92歲才故事 他在1902年出生 1994年故事 那Carl Popper他本身 可以說是學術橫跨領域之果 是非常少見 他光這本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他不是會極其敵人 至少橫跨知識論、方法論 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 當然這兩個本來就是他才開始搞起來的東西 然後再跨倫理學跟政治哲學 那在這本書裡面 有趣的一點是 百年前的五四 我們在講 德先生跟賽先生 Democracy跟Science 雖然現在我們好像只得到了坦德賽先生 果然沒有關係 但在這本書裡面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德先生跟賽先生 有沒有什麼內在關聯性 他好認為是有的 而且非常的緊密 那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邀請到了 紐維州大學 冰漢德分校的酒學博士 吳光惟老師 跟倫德政經學院的政治哲學博士 葉昊老師 也APA哲學團前前的主持人 對 來幫我們今天演藝拜訪 那其實我個人有幸以前也曾經上過這個節目 只是以前我是來賓 現在我是主持人 那我們就將時間交給兩位老師 那麥克風都來了 主持人的全界 那麥克風都來了 那麥克風都來了 主持人的全界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就是 其實今天還蠻高興的 就是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很久沒有看到峰尾了 那我第一次來摺舞是他主持的 然後自從那麽多年以前到現在 我們還沒有同台一起 那其實兩 就是這次的摺舞的文宣 在官方網站上的文宣 還有我自己個人的演出上的 都是我寫的 所以我必須要負責任 但是呢老派這一個問題呢 其實是我們另外一位策劃人他建議的 為什麼呢 我們原本我們想說 在摺舞比較少能夠真的單純來談哲學的議題 我們很希望在經歷過前幾年的時間 摺舞有比較像是在做教育的推廣 以及某種程度上會跟摺運人士比較有直接的相關 那政治的色彩也往往會比較猛一點 那我們覺得現在已經是走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可以讓松土的工作開始慢慢轉變為弱種 而且我們希望摺舞可以慢慢發展成 變成一個是累積以及讓我們能夠有深厚一點的文化領域的地方 那所以呢我們也正在思考要轉型 而且我會希望能夠多談一點實際上哲學的東西 那但是呢我原本想要講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科學哲學跟英主制度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剛剛主持人講的德欣生、賽欣生 那最早期講德欣生、賽欣生的時候 原本胡適在引進這套想法進來中文的語境底下的時候 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杜威 那但是杜威的想法是這兩個之間呢 是有某一種的外意效果 也就是說發展科學的話 如果我們具有科學精神 我們可能可以促成民主 民主也可能可以促成比較開放的科學 或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那所以在最早期的時候 德欣、賽欣生某種程度上還是期待 某種程度的是手牽手 然後有一種外意效用的感覺 就是這個發展好了可以外意 它的效果可以外意到另外一個領域去 但是呢我們今天我們要談的這一個Cow Popa 它想像的這兩者的關係深很多 它基本上幾乎就是內建的 也就是科學精神本身就應該是一個開放 以及隨時準備要揚起自己過去的錯誤的這種想法 所以科學是一個跟民主制度底下公民非常類似的一種 應該說科學家跟民主底下的公民非常像 那就是科學家隨時都可能會改變自己的想法 而且隨時願意在證據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馬上放棄掉原本所想像或堅持的理論 所以呢一個科學家好的科學家 他其實他本身就是應該保有一個非常開放 以及自己有可能有錯誤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要不然他稱呼上一個科學家 那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也跟民主時代的公民有非常接近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原本都可能是帶著自己的認知 想法到公領域來討論的時候 跟別人討論爭辯也就在民主社會底下去爭辯 那我們政變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隨時都有願意放棄自己原本想法的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所以從這個最粗淺的這個大德犯優來看 對考科普來講這是同一件事 所以民主本來就需要科學的精神 但科學家本來就應該要具備民主公民的精神 這是同一件事情 那他的想像 這當然就是一個他最不特的地方 可是也會是他的理論之後 會造成問題的地方或被人家批評的地方 因為我剛說的是 這是一個最粗淺的 德先生跟賽先生其實是同一個人的問題 但是呢他的整套的理論的發展到最後也會衍生出一個 許多人就會批評他說 科學家真的是這樣子嗎 科學家哪有那麼容易可以在相反的證據出現的時候 你就馬上願意要拋棄掉你自己過去的想法 因為科學家也是人 那人有他自己的網絡世界 有他自己的利害關係 有他自己過去的習慣跟信仰 所以其實科學可能沒有那麼的像我們想像那樣的開放 但民主也同樣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進來公共領域空間討論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真的是隨時準備好 在別人提供出好的證據 或者跟我想像的有不一樣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隨時願意傾聽 然後願意感願自己的想法 那所以呢 康波摩他這個德先生跟賽先生 基本上是同一個人的這個問題 之後會產生不少的 就是在理論上的一些困難 所以等一下我們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去推敲下去 就是他的科學觀 或他的科學哲學的基本理念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他認為這個科學基本理念 可以直接應用到社會上來 甚至呢他等同於民主開放的精神 那這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會比較像哲學談淺淺一樣 我們就是我們就比較來來回回 我希望跟就是跟風偉有一些對話 而且其實等一下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直接直接舉手直接插進來 都沒有關係 我們讓他比較有互動一點 但是呢在我們進入開始談 Kal Popper他的生物科學哲學也就是否證論之前 為什麼還要講老派的這個問題呢 其實老派這個問題是 基本上這原本是另外一位策劃人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把標題直接寫成叫做 科學哲學與民主制度 今天來的應該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呢Sophie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把這種東西喔 就是流到別的場合去講 那在哲舞不要這樣子講OK 那在哲舞你要換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可以引人遐想甚至可以引誘人家進來 或者欺騙人家進來再說的OK 那但是呢我的想法是剛好這樣子一個問題 它體現出來透過他所要講的東西 他所想講的東西呢跟老派 其實還是有一個根本的關聯 那就是我說幾件事情 第一呢科學精神或者是他要講的東西 其實看起來新 當初他講出來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激進 所以其實他的理論其實是滿新的在那個時候 但他基本的精神 跟德先生跟賽先生兩者的關係 這是非常非常老套的東西 但是呢我們在一個剛進入民主社會 還在扎根當中的社會當中 那如果我們對於民主的精神 他的內在核心的想法 尚未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掌握 甚至他並不是落實在我們一般的日常生活語境當中 那麼我們在追求一些別的哲學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可能鄂蘭比較夯 可能卡蜜爾 可能阿甘本 可能洪仙 可能好多好多的限制 甚至有人覺得德西達到有點老了 沙特都有有點老了不好意思講了等等 但是呢我們有一個大的問題是 我們要哲學是要追求流行好玩 還是其實哲學是直接關心到我們自己本身 生活周遭我們的社會的脈絡 以及我們要怎麼去捍衛一些值得捍衛的價值 還有如何去打破一些錯誤的層建 甚至如何從過去還沒有完全退出的 威權移序當中走出來的這一類的哲學 我們似乎還沒有真正的走完過 那需要建立起這樣子的一個土壤的思辨的能力 然後開放心胸的討論 這些東西我們都還沒有完整的建立起來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還沒有把啟蒙運動的精神落實過的時候 五四 好 講完了之後就是後來也有了運動 後來也有了革命 但是後來也就全毀了 我們都在中國那一邊 那所以也並沒有留下那個真正的一個五四的精神的存在 那整個啟蒙運動精神還沒有完整得到落實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現代性還沒有紮根深根蒂固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更加玩後現代 那我們在玩什麼 因為後現代的理論在西方而言 它是針對現代性已經走過頭而批判的 但是對於一個現代性 包括科學理性的這些想法 或思辨的精神還沒有成為文化的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在講世界上沒有真理啦 然後呢 一切都什麼 就是一些相貴主義的看法啦 然後呢 甚至呢 還有 比如說 如果你聽過德西達的 那德西達的政治理論告訴你說 所有人宣稱的正義其實那些正義如果他喊出正義 他可以劃出正義 他可以借出定義 就可以借定正義 劃出正義的範圍 其實那都可能是假的 任何人宣稱我們的時代已經有了真正的民主的 其實那都是一種假民主 真正的民主永遠都不會來 真正的民主永遠在路上 所以呢 真正的民主其實是一個都在來路上的中間 所以任何一個人宣稱我們已經擁有民主了 民主化已經過去了 我們已經擁有真正的民主了 然後所以我們的社會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一類的想法 基本上對德西達來講 他是在反叛或者在批判 原本已經是有一點自滿的一個民主的社會 覺得說 我們已經很棒了 很不錯的一個社會 我們已經有了現代 甚至這個現代已經有走偏了 走過頭了 所以要去批判他 但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傳統的時候 我們在談這些好玩的理論 沒有真理啦 民主永遠不會來啦 轉型正義是正義被轉型啦 然後轉到哪裡去啦 沒有人知道啦 你的正義跟我的正義是一樣的正義嗎 到底誰是正義啊 倫理價值到底有沒有 到底什麼存在啊 等等 這一類東西其實會變得非常非常詭異 完全脫脈絡 所以即便是非常精進的後現代的哲學 在西方其實它都是根植於他們自己的文化當中 在處理他們自己的文化的議題 但是這些東西如果漂洋過海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好玩 拿來縮嘴 甚至許多人可以拿來打嘴炮用 覺得就是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 扎根下來成為我們的文化一部分的東西 而另外一點 其實呢 如果對於很新潮的哲學有認識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佛以為的很新潮的哲學 它幾乎都還沒有脫離西方很古老的一些想法 只是我們會因為脫離脈絡 因為沒有西方的文化傳統 所以我們會覺得很好玩 非常的流行 同樣講德西達的那一個例子 就是民主永遠不會來 如果你對於猶太基督教有任何一點點的認識 你就知道這在玩猶太的概念 猶太 然後猶太基督教就是 通常有一個-的存在在英文裡面 因為基督教是源自於猶太教 OK 那 基督教神學裡面應該說在聖經裡面 新約聖經就已經有講過了 就舊約聖經一直在等待彌賽亞 新約聖經已經在告訴我們 耶穌離開了 他聖天過後 接下來整個世界剩下都是假先知 我們要提防假先知的存在 而且彌賽亞的到來會如同盜賊一般來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宣稱彌賽亞什麼時候要來 所以任何可以主張說彌賽亞已經來了 或者我知道彌賽亞什麼時候來的 那一定都是假的 所以為救贖跟救世主他什麼時候來 這是一個永遠我們都不知道 但他就是在路上我們能夠期盼 他來了我們才會知道 德西達的政治哲學看起來非常後現代非常好玩 他告訴你說民主永遠不會來 然後任何人標榜說他懂真理 真理或在他手上那其實這一定是假的 所以德西達這一類把很多很多類似科學家懂得歷史有一個方向 懂得真理覺得自己手上會有真理的這一些的看法 全部都打為某種的假先知 然後宣稱真正的正義真正的民主 他不會成為一個已經僵固的模式落實到我們的世界 他是一個永遠不斷在追求的過程 也就是保持一定的開放性的存在 那這些東西是後現代的理論 但這個後現代的理論其實是根植於新約聖經 所以在我們如果沒有對於西方的猶太 基督教的文化或神學有一定掌握的時候 甚至對於現代性有相對的混固的理解的時候 我們在移植或者在流行在討論西方的非常後現代的理論 很好玩的理論其實我們會有很大的固解 一來我們不知道這些新朝的理論其實是源自於非常古老 而且是西方人他們能夠理解的非常古老的傳統當中的概念 他這種講法是一個重講的概念 而且某種程度的世俗化來從講猶太基督教神學 包括阿甘本然後季傑克 仍然很多的東西的隱喻都還是回歸到基督教 那更不要說迷彩等等 那如果你說後現代從你才開始算起的話 那麼整個後面的他們都還是在針對基督教 以及啟蒙運動來打來追打 所以呢我第一件事情要說的是 所謂我們以為非常新草的東西 是因為來到我們的脈絡我們缺乏這樣的認知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很好玩很流行 而且我們整個把它的支撐起它這些想法的 這一些的文化思想的來源整個都騰空了 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才會覺得它很棒很好玩 也就是我們對現代性也不夠認識的時候 我們才覺得這個東西哇好後現代 可是呢對一個還沒有很現代的社會 在流行後現代的哲學 這對我來講是可疑的 可疑的OK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簡單來講一下Kalpova 其實它體的想法呢 我們某種程度上來看也很後現代 也很後現代 甚至呢它的後現代 所以如果我們從Kalpova這條思路去問 我們大概可以追回到修姆 那就是啟蒙運動 蘇格蘭啟蒙運動 18世紀的啟蒙運動 他有修姆的想法 就是英女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 那他其實呢他已經挑戰了當時很多人以為的科學的概念 那科學哲學從他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了 雖然他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 像Kalpova他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樣子 但是修姆說什麼呢 那以及Kalpova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接軌了修姆的想法呢 然後來建構起他的社會科學哲學 基本上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修姆打翻了我們對因果關係理解的簡單概念 然後Kalpova借用了修姆對於因果關係的難以建立 來提出另外一個科學概念的想法 那我們先簡單說啟蒙運動初期的時候 很多人開始把科學理解為一種 比如說可以做實驗 找到整個大自然界有一個律則性的關係 然後呢我們稱它為有一個既定的因果關係的存在 那也就是說比如我們把某個東西A的元素 加上B的元素它會產生C化學 或者是我們修姆喜歡做的比喻就是 你撞球的時候你用你拿球桿把白球打出去 它撞到了紅球 紅球往前走 然後我們就會認定說你看那紅球被白球打出去了 然後它就要往前走 所以紅球往前走是白球的力量 讓它往前走等等這一類的 那我們對於因果關係的很多想像都屬於這樣子 也就是在時間上因先發生然後就會有果 所以科學呢會讓我們想像一種特別的關係 凡因皆有果 凡類似的因一定產生類似的果 所以我們可以在大自然界找到一個律則性的關係 當這個律則性的關係我們找到了 我們就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完全全不會錯的想法 也就是說像某種東西一出現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會發生 簡單說我們如果把它放在社會科學領域裡面會變成 政府做宏觀調控 比如說經濟上宏觀調控降利率 然後呢 許多人就會不存錢 然後呢 錢就會進入到市場當中 然後會增加消費 那這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那這經濟學最喜歡用的一些經濟理論 就是做某件事情A 它一定會產生某件事情B的效用 所以A發生了就一定會有B 那麼A跟B之間就有一個存在的因跟果的律則性的關係 那我們就開始藉由這個律則性的關係 建構起我們對於整個世界的認識 所以自然科學是讓我們拿來尋找這些的自然法則 或者是事物的律則性的關係的存在 但是呢 過去有不少的科學家都認為說 我們可以建構起這樣的一個科學的體系 所以一套完整的 堅固的科學知識 是建立在很多的律則關係之上 慢慢建構起一套網絡 因果關係的網絡的出來 但休姆他在18世紀的時候他已經說 等等 這裡有問題 那就是我們永遠都只能可以確認說 A發生了 某事件發生了 B才會發生 但是呢 什麼叫A事件 什麼叫B事件 我們要宣稱說 A發生了 B才會發生 但其實A要做一個事件 B做一個事件是我們去界定它的 我們在時間軸上選出了一段時間說 它叫做A的事件 然後它叫做B的事件 認為A發生了 B就會發生 但是呢 它涉及到的是我們人類的認知的能力 比如說 如果我們沒有時間的概念 我們沒有時間軸的概念 我們就沒有A先發生 B再發生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沒有記憶的概念 那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A發生了 B會發生 特別是科學家希望能夠從 A跟B有一個因果關係的律則性的關係 可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識理系 那麼Hume他當時已經告訴我們說 等等 這一類的因果關係是科學的最核心 最核心的概念 幾乎大部分的人都在尋找這一種 因果關係建立起來的一個法則 但是呢 如果沒有我們人類的認知的能力 我們根本無法確定有這個律則 那更糟糕的是 其實所謂的因跟果 沒有人都沒有人看到 因到底產生什麼力量而導致果 那個力量是沒有人看見的 也就是說 你就算認為你把白球推出去 撞到了紅球 紅球往前走 很多事情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但是所謂的因果關係其實只是兩類的事件 不斷不斷地重複發生 我們就認定說它是一個定律 或一個A一定會導致B的一個定理的存在 所以因果的律則其實呢 它並不是一個 我們已經看到因是一個力量而產生物 我們只看到了A發生了 B會伴隨而來 所以因果其實我們能夠建立的只有一個 A跟B是一個伴隨性的關係 但我們肉眼也看不到 我們也無法確認 A具有產生B的力量 所以休姆的年代已經跟我們講了 因果其實我們永遠都可能看不到那個因真的產生力量 而導致B作為一個果 而且這只存在我們的推論當中 所以Hume那個時候已經認為科學其實是這個樣子的東西 所以呢 它認為因跟果也不一定是真的存在 如果沒有人類的記憶 人類的能力 而時間走的概念 我們對因果關係的建議 那麼根本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可能無法完完整整地確認有這個的東西 那麼之後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那從Hume提出這個想法之後 其實它已經直接挑戰了自然科學 也就是對很多人來講說做實驗 你做這個實驗 A加上B 然後會產生C的東西出來 你就認為說 A加B一定會產生C 那這一類的 你只看到這一個綠摺性的關係 對熊姆來講他也覺得說 那不一定 因為你只看到一個永久性的 不斷重複的伴隨的關係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萬一 萬一應該說我們認定這一個伴隨性的關係 會繼續的永遠存在下去 這是一個對未來的想像 但我們沒有證據 所以即便你做再多次的實驗 做到現在 A加B一定會產生C 我們也沒有完整的信心可以說 A加B一定產生C 然後你看到C就可以回推說是 A加B所導致的 或者看到B就認為說 它其實是A所導致而且會產生C 對熊姆來講都已經懷疑了 但是呢 許多科學家仍然繼續這麼能相信下去 所以熊姆在那個時候已經通往某一種的後現代的想像了 你幾乎可以這麼說 那到卡普普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把熊姆的這個想法 懷疑人類是否能夠完整認識這個世界 我們的科學知識到底能不能夠被轉化為一整套 環環相扣的綠責性的因果關係 世事體系是否可以建立在因果關係之上 卡普普他就是來懷疑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他提了一個叫否證論的概念 那就是不管做再多次的實驗 永遠一直產生A加B等於C 或者A會導致B 然後會導致C 不管你有再多次的實驗 你都無法證明他們是一個絕對不變的因果關係 這是不可能的 那他用的例子是這個樣子 比較簡單的一個講法就是 今天如果你看到一隻黑的烏鴉飛過去 兩隻黑烏鴉飛過去 三隻飛過去 然後我們就說 你看所有的烏鴉都是黑色的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 在未來的某一天突然間白色的烏鴉飛過去呢 所以 在白色烏鴉飛過去之前 我們認為烏鴉一定是黑色的 這只是還沒有被否證掉的一個假設 但它沒有成為一個絕對真 絕對不會錯的真理的存在 所以 不管飛過去多少黑的烏鴉 都不能夠否定未來有不是黑色的烏鴉的可能性 所以 他說 任何的科學知識 真理 都只是尚未被推翻掉的假設 或者到現在為止 我們仍然認為有效的命理 但它不叫做不會錯誤的真理 OK 所以 奧波克只是借用了Hunger這個想法 把他的因果關係對於因果關係的懷疑 挪到了現代科學 然後他指出 做再多的試驗都不可能可以確認一個命題為真理 永遠都不可能 因為這個世界未來是開放的 永遠都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否證的可能性 或者是有不同的證據來推翻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可能性 OK 所以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講法 所以 任何我們以為絕對真理的東西 充其量都不過是還沒有被推翻掉的東西 而 如果我們具有真正的科學精神 我們應該隨時準備 在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證據出現的時候 我們立馬 立馬放棄掉我們之前原本認為那是絕對對的東西 OK 所以 他提的這個想法是 沒有任何科學命題可以被證明為真 但所有我們現在以為真的命題都可能有被證明為假的機會 甚至 如果一個命題不可能有存在被證明為假的可能性 那它一定不是科學 它一定不是科學 要嘛 它是那一種當純的邏輯 包括數學 它是一個互相遵含 互相界定的一組符號跟想法 就像邏輯一樣 比如說 禿子就是沒有頭髮的人 類似這樣的一個互相界定 或者說三段式的論證 那凡人皆會死 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蘇格拉底一定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已經包含在這前面兩個命題當中了 所以這個命題是一個封閉的一個系統 那封閉的系統它就不存在被否證掉的可能性 所以宗教也可能是自圓起說的東西 它甚至認為心理分析佛洛伊德整套的理論 全部都不是科學 那麼很多人 當然佛洛伊德認為它真的要搞硬科學 但佛洛伊德 卡摩摩跟佛洛伊德學派整個 他的定義沒有爭辯過 對它來講 整套的心理分析它完完全全不可能是 一個可被否證掉的東西 所以只要不能被否證掉的東西 它一定不是科學 那在他那個年代 他想要反駁的其實就是 他認為造成整個在當時冷戰底下 那大家信以為真的那一種歷史決定論 或者叫做歷史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 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 那就等一下 等一下還可以再談 等一下風雨也可以談 但是我先把這一段講完 就是從靠歷史的角度這樣來看 既然我們永遠不可能可以證明 任何一個命題為真 而我們所有認為是真的東西 其實都只是還沒有被推發掉的一個假設 那麼我們當然隨時都必須要保有一個可能性 或者是應該要很高興地接受那個 不一樣的證據出現的時候 然後我們趕快放棄這個想法 所以科學的進步是建立在 我們不斷洋氣原本以為真的命題 所以進步是一個不斷地畫叉叉 畫叉叉 往前走 就說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然後我們再重新去設計命題 可是那個命題必須有被檢證的可能性 好 所以他的想像是這個樣子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想法是老派還是新派呢 他很難說了 因為他這個想法已經直接推翻掉了 所有在當時科學家以為實驗可以被證明為真 一個命題可以被證明為真 這個東西已經被畫一個大叉叉了 甚至呢 在當時最流行的這個馬克思主義 然後歷史決定論 歷史有一個既定的方向 一定會往哪裡走等等 對他來講這已經是一個畫叉叉 因為他沒有辦法被檢證 他不存在一個被否證的可能性 因為你永遠都可以說 那個條件還不足啊 還沒有真正的來到啊 然後四元齊作的理論 我還可以講一個更簡單的 那就是經濟學裡面的預設 我想讀過經濟學任何對社會科學有一點認識的 大概都會聽過什麼理性抉擇的理論啊 或者是人是被假定為自私理性的 整套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基本上建立在這裡 才開始玩的 芝加根學派 然後也是某種程度 海耶克跟他們有一個落體落體的非常有趣的關係 如果以後有機會講海耶克再說 但是呢 經濟學家他假定人是自私理性 所以才可以開始做人類行為模型的預設 這個預設你才能夠開始來做經濟的模型 然後開始來預測以及來解釋所有人類的行為 但是呢 這一件事情其實是一個不可否證的東西 他跟信仰一模一樣 因為呢 一個人如果你相信人是自私理性 那麼不管他做什麼 你都覺得說他出自於自私的動機 包括他救了一個人 你也說他是在孤民釣獄 如果他救人失敗犧牲了自己 你還是說 你看追求自己的名譽 還自私到這樣子還去死了 算了 不管他做什麼 你都覺得他一定是出自於自己的利益著想 他沒有被否證掉的可能性嗎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這一類的經濟學其實他也不是科學 但我們平常生活過太多這一類的東西了 他不能夠被否證掉 也就是說他被當作某一種的信仰 他跟宗教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可以有一個自圓其說的體系 而且環環相扣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只要認為人是自私的 你一定可以拿自私來解釋所有人的行為 不管他多麼的無私 所以你的答案已經定了 你就不會改了 那對考伯伯來講 這種想法就叫做一個封閉的想法 如果一個社會存在這一類的想像、想法 那它其實已經是一個封閉的社會 或者一個社會不准底下的公民 提出不同的想法來挑戰現在的主流的意見 那它都是封閉的社會 所以封閉的社會跟 就是它幾乎就等於是違反科學的精神 所以在這裡就有一個不可切開來的 一個連結的一個關係 那是最粗淺的一個講法說 卡普他為什麼在冷戰的那樣的時代底下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科學觀 基本上他否定掉的就是 共產主義陣營他們堅稱 他們對世界的理解是科學的 然後認為一群馬克思主義者 不是馬克思本人 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革命分子 挪用、借用、濫用、勿用馬克思的想法 來把它搞成一個歷史有一個鐵律 歷史有一個完全不可能更改的一個方向 甚至這一個想法才叫做真正的科學的 這一個想法在卡普國的年代 他提了這一種科學的理念 什麼叫真正的科學 他直接來挑戰所有堅稱他們的社會想像 以及歷史決定論或者是歷史有一個基定方向 歷史終結論等等這一些的想法 對他來講這全部都是偽科學 所以這是他打擊或者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最重要的一個理由 因為那一些想法都沒有被驗證 都沒有被減證的可能性 他都沒有被否證的可能性 因為任何的跟他不一樣的想法 你都有辦法有一個理由把它解釋過去 把它圓過去 所以他在當時那個語境底下 他提了這個想法 不只是要重新替科學做一個界定 也必用重新界定什麼叫科學來挑戰當時被認為 最最最科學的社會理論 包括共產主義以及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還有某一些的社會學理論其實也都很類似這一類的 還有我剛剛所講的那一種心理 比如說叫自立的享樂主義的心理理論 這些跟他來講基本上都是偽科學的東西 如果他不能夠有被減證為錯的可能性 OK 我先這樣講說 粗略這樣子來講說 這個是他的想法 他有一個科學觀 但這個科學觀其實是源自於匈母 但你從現在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這個叫做真正的科學 那可能我們平常很多人在社會上以為的科學 也跟這個科學的想像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種科學想像是隨時準備放棄自己 可能錯誤的想法才叫做真正的科學 而且不管做多少次的實驗 都不可能可以證明一個命題已經是真的 我們絕對都不會錯誤 但這個想法卻源自於十八世紀的匈母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老派 這就很麻煩了 他有可能是 對考朋友來講 可能很多人誤解了科學 到最後把科學當作一個信仰 那啟蒙運動時代某些人就是以為科學 可以來否定到宗教 可以來否定掉什麼東西 否定到很多東西 因為那已經被證明為真了 所以跟他相反的早就已經都錯了 我們就不用理他了 OK 會變成有這樣的一個想像可能 OK 所以那其實考公國這麼做 他等於重新回到現代科學的原點告訴我說 其實從匈母開始 科學就不是我們一般以為的這樣子的想像 OK 那而且這些科學 如果你這麼的認為的話 他沒有那麼簡單可以被用到社會學科 來直接的套用過去 這中間也會出在不少的問題 那麼我們就可能要對現有的很多知識 都要有某些的準備要放棄的可能性 那我在這裡用一句話來做一個這一段的小解就是 大部分剛開始接觸自然科學的人 都會覺得科學很偉大很厲害 科學就是真理一定不會錯 然後都覺得別人的都一定是錯 或者不科學一定是錯 這種想法還會導致在一個社會當中會覺得 社會的錯都是因為讀文科害的 然後整個國家垮掉大概都是因為讀法律的人害的 然後就有一些讀理工人就說 如果是理工科的話就不會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就怎麼樣怎麼樣頭腦聰明 然後邏輯準確什麼等等的 OK 當然這件事情本身就不科學吧 當然你可以說也許它有被減證的可能性了 只是還沒有被減證過了 OK 至少在我們這裡 但是呢 我通常是這樣講的 就是 特別是我過去五六年的時間 我有在清華監課 然後有在清華教國際關係 那我總是對清華的學生提醒一件事情 那就是大學生讀科學的自然組讀科學理工的 大學生跟拿諾貝爾講的差別就是 大學生認為科學可以解釋一切 科學一定是真理 然後會拿諾貝爾講的人 通常都認為科學很有問題 科學沒辦法 科學有很多的界限 那這個差別就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 它跟把科學當宗教 當作信仰的 它決定了你是大學生 還是你是拿諾貝爾講的 這中間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考科學其實它講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一個差別 真正的科學它是一種開放的心胸 精神 它不是一個可以被當作一個類似宗教信仰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只有這個方法是完全正確 所以所有的所有的任何知識 都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被證明為真 然後而且它可以應用到 所有其他的所有的領域當中 沒有那麼的容易 OK 我先講到這一邊 然後交給風薇 等一下我就隨時插進來看 要講什麼都好 老師問一個問題 就是科學是可以證明 那如果我們的理論 它有解釋能力 那如果它不是科學又怎麼樣 它至少可以用一個理論是可以 使用主義的挑戰 好 有趣 這個使用 這個使用主義的挑戰 但是解釋力 解釋力 我們只能說 然後解釋力是讓我們比較相信說 這一套命題連接起來的理論 到現在為止它具有比較好的解釋力 那往往我們在選擇不同理論的時候 或者不同理論當中有一些爭辯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選擇解釋力比較高的 沒有錯 而且所謂的 所謂的我們要揚起現有的理論 其實我們在迎接下一個理論的時候 往往就會想要 它還必須是擴展的那個解釋力的可能性 所以 所以 包括相對論它一定要某種程度 一定要能夠納入牛頓的力學 這個才有可能 只不過因為牛頓力學在某些狀況無法解釋 所以 它的解釋力碰到了瓶頸 但是呢 我們接下來就在尋求一個更高解釋力的東西 但解釋力比較高 並不代表它叫做絕對的準確了 因為它可能還會再面臨到其他的不同的想法 而還有這一套理論還有被 必須要被放棄掉的可能 可是放棄並不代表說 就是整個所有的內容的所有的每一個東西都放棄掉 而是在尋找一個 另外一個可能更抽象的一個理論 然後 發揮出更大的解釋力 OK 它其實它有非常細緻的討論這些事情 再另外的書 是在 National Conjectur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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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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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久沒來追我了 OK 那 這個題目 依浩剛才已經解釋過 這個題目其實Sophie定 很無斷的就定 我們叫老派哲學 所以剛才依浩已經解釋 對於這套東西其實很老派哲學 它可以回到啟蒙時代的一些理念 已經惦記在那個時候 其實依浩沒有給到Sophie另外一個在嘲諷我們的意思 他也說 我們老了 我們是很老派的主持人家 我們老了 他說我們很老了 OK 因為從我們第一次來哲諷主持或講 都已經八年前了吧 2012 2012 2098年 很漫長一段時間 所以Sophie是要嘲諷我們說 我們是一群老人家 因為想哲學 OK 但其實我們並沒有那麼老 因為前一次大家有看過那個 有一個統計 就是台灣的高教的老師 從這個 這個鄭教授到講師 這個年齡分布圖 台灣全台灣的大方院校裡面的老師 75%都是50歲以上 但我跟各位保證 我跟葉浩都是在50歲以上 所以呢 其實我們在學院中還定在表 我們還很年輕 雖然在社會平均年齡 我們年紀已經是中年人 但是在學院我們是年輕一輩 所以呢 假設今天這個 我們今天都在接上一群大學老師 在街上散步 有一塊招牌掉下來 OK 有70%的機會 打到的比我們還要 所以幾乎我們還蠻年輕的啦 好 所以我們今天回到 剛剛要已經在談 我們今天要談的 一開始我們構想要談的是 Cow Pop這個人 這個哲學家 尤其他 他有一本書 他的政治哲學的經典 很詭異啦 Cow Pop其實是一個科學哲學家 他根本就不是政治哲學家 他也寫過這本政治哲學的書籍而已 然後另外一本呢 他的這個姐妹作叫 歷史主義的貧困 頂多勉強扯上跟人文社會科學有關係 就這個東西 其他他處理全都是科學哲學 所以嚴格來講 各位要怎麼理解Cow Pop 其實Cow Pop很標準就是那種 理工科覺得他可以來電文主的 他寫這些的目的就是 我是理主的 我在電你們這些文主的 覺得你們今天搞人文科學的 你們今天天方夜譚 覺得在人文科學當中 也可以用我們自然科學的方法論 非常多 定律 然後可以預測歷史的發展 我怎麼搞錯 你們這些文主完全沒有搞錯 其實各位如果再去理解Cow Pop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理工科來電文主的概念 就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這本書 這本書剛好最近又重新要 校定之後又出版 其實這本書當初 他有很多批判的精神 他很多是啟蒙時代的理念 因為他講 最後我們要 如果我們社會要不斷的開放下去 要培養批判的態度 所以他說 Cow Pop說 這種哲學叫做批判的理性主義 所以這本書一開始 其實在台灣是都能夠出版的 其實都很晚很晚 才有這個東部大學的莊王衛老師 才翻譯出來 才能夠出版 這是非常晚近才出版的書籍 之前完全不能出版 當然 一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其實這本書的 處理有三個主角 柏拉圖 黑格爾跟馬克斯 因為馬克斯絕對不能夠出版 在戒嚴時期你不坑 倘而皇之出版 雖然在西方已經是一個 快智人口的經典 因為它非常符合 冷戰時期的主旋律 就是批評馬克斯 可是 你不能在台灣出版 就是戒嚴時期不能出版 就算沒有談馬克斯 這本書所提倡的這種 開放社會的理念 批判的精神 其實跟 鷹海礦當時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只不過 當時我們閱讀的是透過海耶克 過來跑到鷹海礦 我們並沒有去讀這個Cow Pop 但應該來講 海耶克是Cow Pop的恩人 跟他的前輩 是他提拔他到倫敦政經學 活著 Cow Pop的恩人 他還在紐西蘭教室 OK 所以 一開始 我們主持人義父其實很精緒的談到 而且Cow Pop這本書 他的精神就是要探討 民主跟科學的內在的關係 我覺得這樣的切入點非常好 那剛才耶爾老師也很精確 去說明這中間的觀點 確實 Cow Pop認為說 民主跟科學之間有內在的關聯 互相強化的功能 只不過 我們需要去理解他講的科學到底是什麼 以及他講的民主到底是什麼 跟我們一般人理解都完全不一樣 他講的科學 如同剛剛耶爾老師講 他講的科學其實這種 否證論的科學觀 因為其實在科學哲學裡面 最常辯論的問題就是 那科學是什麼 你們講一大堆科學 請問科學怎麼定義給我看 這個 最早的 應該說 在科學挑戰的其他的前輩 另外一批人 其實大家都比他大十歲左右的 另外一群奧地利人 因為科學是奧地利人 他挑戰的是比較大十歲左右的奧地利人 就是所謂的維也納學派 但維也納學派其實有很長的歷史 他們這一群人是以維也納大學為根據地 其實很有意思 在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中間 維也納真的是人文晦翠 你當初跟叫了出名號的偉大的科學家 哲學家都在維也納待過 佛洛伊德在維也納 一大堆數不清 全都在維也納 所以那時候是個人文晦翠的時代 我們講的維也納學派給 他插了嘴 維根斯塔也是 而且維根斯塔 海耶克跟維根斯塔有什麼關係 知道嗎? 他們是Cousin嗎? Cousin Cousin 而且維根斯塔第一本書寫那個 非常非常大家都看不懂的貼書的時候 海耶克是其中第一批看過手稿的人 那算是表哥、Cousin 這類的關係 不過整個維也納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力的一個地方 在第40世界大戰的時候 好 我剛才講到什麼 所以他挑戰其實是 我們講的那個維也納學派 真正我們現在知名的維也納學派 是1924年之後 大概1936年這段時間的 我們發生在邏輯實政論 更精確的講叫邏輯實政論這些人 他們的領導人就是那個Maurice Schlick 他們其實都是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 其實他們都不是哲學家 他們其實就是要把科學哲學的理論 進一步把它純粹化 認為我們今天可以創造出更完美的科學方法論 這群人的目標其實完全是理工科在佔樓主 事實上就是這樣 邏輯實政論這些人全都不是哲學 純粹的哲學背景 他們都是讀物理學然後跨途去讀哲學 他們不是純粹的哲學背景 包含Cow Popper本身也都不是 所以他們提出的科學的觀點 我們把它稱之為實政論 所以他們說科學如何進步呢 我們的科學如何進步 就是不斷的證實你的預測 或證實你的理論 所以叫證實論 那這個Cow Popper呢 他就很大膽挑戰他們的觀點 其實在他的第一本書 那個德文版的研究的邏輯 換英文版變成科學發現的邏輯 他就談到說 我們今天要提出的是這種否證的觀點 應該科學要進步應該是否證 而不是要不斷去verify 或是要去證實你的理論 應該是falsify你的理論才對 他說這樣才夠科學啊 其實我舉個例子大家就可以理解 我如果是個科學家 我真的要達到科學理論的進步 我拼命證明這些理論 有什麼樣的缺點 會有很多盲點 具體來講 很多的陰謀論不是這樣的嗎 在台灣不是很多人都相信 小英的論文是造假的嗎 那如果今天他是一個說 我今天的方法論是這種證實論 我的假設就是小英當初 根本沒寫這個論文 一切都是假造的 我就拼命找證據 你看這有個證據可以支持 他這個論文很多typo 打錯 這個看起來就很假 很多錯誤的地方 然後沒有什麼登錄的資料 他可以找出十幾二十個證據 去支持他這個假說 事實上嚴格來講 他可以找到證據支持他的假說 可是問題是這樣的科學嗎 這樣會導致我們當代所講的 這種叫confirmation bias 那種證實的偏差 這種偏見 就是你拼命想要證明這些理論 其實你懷抱的是一個陰謀論 是一個騙人的東西 是騙人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Kalbauer說 你今天真的搞科學 你要達到科學的進步 你應該不斷的否定自己的假說才對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的這種 小英論文的懷疑論主 他們真的要更科學一點 他們應該很大膽的說 好我今天提這個假說 小英從來沒寫過 沒有在正經 我之前寫過博士論文 他應該想辦法推翻他的這個假說 那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可以推翻這個假說 OK 那Kalbauer是很嚴格的 他說如果你這個假說呢 這個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去補 很多證據去補定他的時候 你就應該把他丟到垃圾裡去 不要聽到 把這個像小孩子的臭被子長大了 要長大了 你還捨不得丟掉 你可以丟到垃圾桶去 所以這是Kalbauer的這種科學觀 其實是一種否正論的科學觀 可是問題這樣的科學觀 是現在科學社群大家擁抱的嗎 其實也不是 科學家沒那麼偉大 說我一天到來在封閉 今日之我都在否定昨日之我 明日之我在否定今日之我 沒這麼偉大 因為每個人都有舒適圈 你不可能說我一天到來在否定明天 這樣你會很懷疑人生 每天早上起來說我要想辦法否定 我昨天相信的一切 你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剛剛葉劉老師講得很清楚 這部分的懷疑精神 其實修謀的影響很深 David Hume 18世紀最偉大的英國哲學家 就是你要 你是個懷疑論者 如果真實的 科學研究跟人生態度 不是這樣搞的 所以才會有後來其他科學哲學的理論 例如對於我們 Thomas Kuhn Kuhn的 典範的概念 因為說我們今天 科學的進步 不是一天到來在否定自己 沒那麼偉大 我們還是有個典範 一個常態科學的概念 就是我們這個科學證明 大家基本上接受 一套我們可接受的 科學的真理的驗證的標準 跟我們所相信的一套的命題 基本上我們相信的一套程序 那如果有一些意外的 那種奇怪的狀況 叫anomaly 這種叫毅力 奇怪的個案出現的時候 你不會立刻就否定掉自己 就把我的理論再丟到垃圾的桶 不會那麼簡單 科學家沒那麼偉大 一天到來這樣懷疑自己 只有那個anomaly 那種奇怪的毅力 多到你今天沒辦法用你的特色的理論 ad hoc theory去解釋它的時候 你發現 我今天有個奇怪的案例出現的時候 我就創造一個新的特別的加速玩特色的理論 去解釋這樣的奇怪的狀況 如果解釋得通的話 這台這個理論就像一個破車 修修補補還是可以上去繼續開 等開到你這個 越來越多奇怪的狀況出現 開不下去 那對不起 我知道這是一台廢鐵 我不能再開這台車 我要開另外一台車 這時候才有典範的轉移 科學進步是這樣進行的 所以我們現在主流科學界 比較接受其實Thomas Kuhn 的概念 沒有像波普那樣的激進 說我一天到晚再否定自己 這很困難 這很困難 所以波普的科學長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偉大 這完全是啟蒙時代的想像 它跟我們現在的時代可能不太一樣 這真的很老派 然後我已經不斷自我否定 但它的民主是什麼呢 它民主也不是我們剛剛在講 這種大眾民主的概念 它的民主主要是 它體現在它的一個 這本書很重要的概念 叫開放社會 Open Society 其實波普這個本人 其實沒有什麼政治的 民主的政治立場 所以很多人去考察 誒 這個波普他到底是左派右派 他自由主義者嗎 其實他並沒有明確地講過 他是什麼樣的立場 他也沒有談過什麼公共政策 所以我們來去替波普去定調 說到底他是什麼的立場 那你只能說 因為他跟海樂客很好 所以他一定是個古典的自由主義者 你可能會這樣的假想 但一般大家會是他比較接近 廢邊社這樣的政治理念 但是他並不是很清楚政治理念的人 所以他講的民主也不是很清楚的民主 他講的就是一個想像 就是開放社會 而那開放社會 只要對比的就是封閉社會 他講的那種封閉社會 如果回到他當時的時代 就是法西斯的政權 那怎麼對抗法西斯的政權呢 他的民主長什麼樣 其他的民主也不是我們講的 或者當代這種大眾民主 OK 也更不會是民粹的民主 如果你硬要想像那個 這個波普的民主 他其實應該是那種 18世紀大家就設想的 那種布爾喬雅的民主 一群有財產 有知識的階層 一起經營的民主生活 不會是我們現在講的大眾民主 OK 也不是異位民主 是那種布爾喬雅式的民主 或者是精英的民主 或者是什麼呢 講更難聽啦 官僚統治的民主 我們這時候應該是有一群 有知有識的官僚 來統治這個社會 所以如果嚴格來講 卡爾帕布 如果轉身到這個時代 用台灣來類比 用什麼東西呢 卡爾帕布的政治理念想像什麼 其實很像那種 在還沒有壞掉之前的柯文哲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一上 我只會出來參選 或上台的時候 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 因為他感覺就是 很頗樸式的 自我懷疑啊 今天不對 趕快修正明天 SOP改一改 就相對 每天不斷地在否定自己 我只能沒有壞掉 是指說 那是不是真誠的柯文哲 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看過這幾年 四年來的轉變 我只能說是還沒壞掉 或者是大家誤以為的 那個理想中的柯文哲 所以其實 我這樣講還有點便宜 卡爾帕布的 卡爾帕布的是 理主正文主 又是柯文哲 這種精英政治的想像 但其實 他的內建出來的科學觀 跟他內建出來的民主觀 其實長得比較接近這樣的東西 但問題是 這東西還是有他的價值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抱持了那種自我懷疑的精神 你今天真的是 會到那種啟蒙運動時代 對於人類語性的樂觀想像 你會很喜歡他的東西 我覺得他有他的威力 他有他的價值 但是某種程度 他會比較離地 跟我們的草根 會距離比較遙遠 因為真正的民主政治 不是由一群官僚或精英在統治 他不是不斷的自我懷疑 顛倒過來 我們經常在民主政治 要談是更多的自我肯認 然後不斷的確認自己存在的教學 不斷的確認自己的傳統 自己的文化 其實在台灣的土地上 長出來的民主 是這樣的東西 我會不斷回頭 講自己的老故事 講自己的老經驗 而不是像柯文哲 再沒壞掉自己 就是不斷的否定過去 過去什麼重要 未來比較重要 只看未來不看過去的 就非常像Pauper式 那樣子的民主觀 那種開放社會比較類似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很容易變成沒有根的 一種政治文化 那這樣的文化呢 久而久之就會失去熱情 沒有熱情之稱的這種民主制度 只有變少數的官僚所控制的社會 所以Pauper呢 這個民主戰文主的 後來就被挑戰 被誰挑戰呢 他就跑到德國去 被批判理論 法蘭克福學要批判挑戰他 最有名就是1960年代 Cau Pauper是一個大師 科學哲學大師 要挑戰這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大師 他招會是Adorno的挑戰 Adorno代表是文主 文主是頭天 要來挑戰Cau Pauper 兩個人要進行歷史性的大辯論 Adorno跟Cau Pauper 可是Cau Pauper呢 Adorno呢 這個戰鬥力沒那麼強 所以他派他的代答 就是哈伯瑪斯 哈伯瑪斯 所以哈伯瑪斯呢 很厲害 其實哈伯瑪斯在這個人做預言詞 但是他很厲害 他文章 他就直接扣一個大帽子 在Cau Pauper身上 我覺得講蠻精確的 就叫Scientism 科學主義 意思說你把科學當成宗教來看 叫科學主義 你這個民主戰文族的 把這個科學當成是唯一的歸念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照科學的程序來進行 所以哈伯瑪斯 他說Cau Pauper這套科學哲學 他這種研究的方法 就是科學主義 所以後來 這個哈伯瑪斯 就把自己這套批評 再寫成另外一本書 就是社會科學的邏輯 很清楚就是跟Cau Pauper這樣嗆嗆 你今天講的是科學發現的邏輯 我現在告訴你社會科學也有邏輯 社會科學有邏輯 等到去有Social Science 他寫了另外一本書 就是在挑戰這一點 所以這是那時候 你可以說這是從40年代到60年代的 那時候的一些哲學的編論 放到這個時代其實也都滿有意思的地方 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我們先講到這邊 那我想我們現在先開放在場的各位 有沒有對於剛剛兩位老師講的有什麼想要討論 會覺得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有沒有想要先提一些問題 兩位老師好 老師們對於剛剛物質科學的一個講法 我都說完全是同意的 只不過我們稍微精細一點講就是說 他比較容易在一個所謂的單一事件物質科學 在很短暫就可以看到其因果關係的脈絡下來理解 老師剛剛想要表達的意思 那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影子 希望讓兩位老師繼續去對剛剛的東西 針對我們現在的環境再來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假設如果你同意醫學是科學 那我們現在在現在的這個 比如說COVID-19的這個例子下 很容易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說 有人說某一位先生說會說 喝清潔劑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打清潔劑是OK的 然後有人說我喝次虛酸水是有功效的 所以你看我頭好撞撞我都沒得力 有人講說我吃什麼藥 吃什麼奎泥 是有幫助的 那重點是說有人死了 有人沒死 有人真的到現在都沒得病 然後你也找不出他的 是不是 你不能夠證明是不是他的因果關係 或不能夠證明他不是他的因果關係 那甚至我們可以再講說 再久遠一點的話 我們講說醫學界裡面一直在編論說 那你要不要打疫苗這個事情 疫苗說 有人說打了是因為疫苗 所以造成他有什麼時候生病 然後有人說那生病沒關係 其實沒有疫苗 我們一樣都可以治得好 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樣的特別在醫學裡面容易發生的就是 他好像沒有辦法從單一事件看 因為你正反兩方都找得到否證 然後好像從很多人來看的話 怎麼樣講他都通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你怎麼來解釋說 老師剛剛講的所謂的可否證性 跟重複性這個事情 來幫助我們理解說 到底什麼東西是不是可以叫做科學呢 我現在有很多那種偽科學 或者是錯誤的理論 最明顯的就是這種疫苗 你剛才舉個例子 那其實這個還是比較微觀的層次 像波普他們處理就是 比較具觀的科學理論的本質 科學理論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他不會去處理到具體的假說 他只能去檢驗都不好 那我可以簡單的說 那其實你應該很清楚 目前我們今天的主流的典範就是 那一定要有實驗組跟退照圖 OK 好我今天這個刺濾酸水 對人的身體的影響 有一批人有喝一批人沒喝 大家看我們今天要檢驗的變相是什麼 好 然後最後去看這樣子的 有喝思綠酸水跟我們要檢驗的變相之間的觀點 他有沒有統計的顯著性 有的統住的顯著性 那有差別的影響喔 例如說川普最喜歡講說 我們今天要喝 吃那個嗎 Hydroxychloroquine 他說我每天都吃 頭好壯壯 我都不會得病 OK 那那個是治療孽疾的藥物 川普說我每天吃啊 他講這個我擺開啊 沒有 我自己翻一層 OK 對他真的這樣講 他說吃了 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吃嘛 OK好 那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療效呢 我們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解釀 那就是實驗理論對照 就目前的實驗方法是這樣子 實驗的方法是這樣子 但是沒辦法直接很抽象的 從他們談科學理論的本質 直接去談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談的是整個理論的本質 師傅老師講 葉浩講回答 我做一個人點的不錯 就是 其實卡普普他 他對於社會 社會的意義 在這件事情上 如果不是像剛剛 風偉講的這一類 比如說 吃什麼水可能會有效會治療 這個都好像都還是可以做實驗的 至少還是可以做實驗 那個命題還可以很簡單的被剖剩掉 那如果說就算剛剛風偉所講的 統計上有效的話 那麼這的確是卡普普他整個理論 以及他的弟子們後來接續做的東西 就是走向被釋豁然率 然後全部都在做這個 所以大致上比如說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 倫敦政經學院哲學系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做被釋豁然率 他甚至偶爾會被稱為叫做豁然率科系 在英國 當然那個時候是這個樣子啦 因為那個時候的哲學系就是非常非常以這個為主 但是呢 陶伯伯他本人的話是因為說 社會的大部分的問題幾乎都沒有辦法轉化回 可以做實驗的可能性的命題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得去嚴格區分看來的 所以他也很小心的會跟我們講說 雖然他期待是一個科學戰 就理工科戰人物組的概念 但他只能夠要求說這一個程序 科學檢證的程序要盡量用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他有一個幻想 科普文他的確是有一個幻想 那一個幻想是所有的學科基本上到最後都可以 被某種程度轉化為使用 同一套這種檢證程序的一種好科學研究 所以他幻想的程度呢 跟海耶克還很不一樣 因為他是一個理工組的人喔 他的想像是要把所有的知識學問 全部都轉化為被否證的可能性的命題 那他甚至他很希望能夠引用量化的研究進入 然後讓很多社會學科也到最後都能夠有量化的研究或檢證的可能性 所以他反而是最接近90年代末期 開始有一個生物學家 他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他寫了一本書 應該是叫Concilience 就是認為說所有的學門到最後都會統合成為一個大的學門 就是同一套的方法到最後可以應用到所有的領域當中 所以他的這個想像 他的這個想像 有好處也有非常大的壞處 好處是說 我們能夠去爭辯的應該是那些 或者我們能夠把科學精神用在的領域當中是可被檢證 可被否證的這種的命題之上 但是呢對於不可能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那其實我們就知道說他某種程度上 他已經是被排除在科學的領域之外 所以他當然他會有這種說 同一套的研究方法可以用在所有各種不同的領域之上 而且還可以採取量化 那其實他當年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70年代的時候反而是海耶克跟他講說不對 反而海耶克跟他講說量化研究不一定能夠用在所有的理論之上 所以海耶克反而 因為海耶克是後來私人的一些問題 後來才被被遣出去學校 所以他才流放到芝加哥學 就是流放到芝加哥 那剛開始他非常非常不願意過去 而他跟芝加哥學派的人也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他甚至很討厭人家把他當芝加哥學派的人的看待 尤其是他反而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忍辱一點的經濟學家 那所以Kalber他的確是有一個對於同一套的科學的理念 要應用到所有各種學科 他的確有懷抱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的一個想法其實也縮限了很多我們所謂的特學研究的領域跟範圍 那所以當然這一方面也有昭示不少的批評 甚至還有一些人覺得說你老師在講開放的社會 但是你這個精神有點太封閉了一點點 因為你覺得說只要沒有通過或不可能可以轉化為這種方式來檢證的 都比較多科學 然後好像說其他的領域就沒有那麼值得讀這個樣子 所以呢在倫敦正義學院呢 他當年有一些學生就覺得說開放社會極其敵人 剛好那個Kalber就是那個開放社會的敵人 因為他對於那個方法還是過於相信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可是呢他這種想法當然還是可以讓我們做很多醒思的可能性 有兩個地方 一個呢是他說就像剛剛峰維講的 實際存在的科學社群其實當然沒有那麼的開放 像Kun他所講的 所以在Kalbom跟Kun那個什麼變入完了之後 然後Kalbom的那個弟子Laktash 他後來又把他兩個中間又做了一個投手程度的結合說 我們基本上我們既不可能像Kun所講的典範那麼的封閉 但我們也不像Kalbom那麼的開放 那大概真正的其實是在中間這一個階段 那我們沒有時間講中間的這個綱領 研究綱領的這個看法 但是呢我們比如說實際存在的科學家 的確沒有隨時就可以放棄自己原本想法的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Kalbom的那個想法到最後會被認定為說 他是一個規範性的一個科學社群的想像 他認為應該要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櫻然的想像 但實際上科學家沒有那麼的開放 那當然民主社會其實也是一樣的 只能夠說理想上是那樣子的開放 但是實際上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的大家都已經有那樣子準備的可能性 所以社會上一定還是存在比較多的各種的陰謀論的這些可能性 那可是從那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的社會大多都是存在一些不可減證 或應該說不可被否證的這些陰謀論的話 那其實這是滿糟糕的 因為就像剛剛宏偉用的那個例子 因為不可否證的結果到最後就只是一個各說各歡 你繼續相信就是一個永遠繼續相信 比如說小英的論文是假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Kalbom他的理論至少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說當你今天你要講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要一直質疑要一直懷疑說他的論文造假 你是不是應該要先提出一個想法說 怎麼樣子的話我可以接受他的論文是造假 如果我們無法能夠提出什麼狀況 我們會覺得這一個命題是錯誤的 那一直講下去其實是毫無意義 那剛剛宏偉已經有解釋過了 可是呢再往前走一步Kalbom的腳法就是說 任何要宣稱命題的人如果有科學精神 要把他在什麼狀況底下是可以被推翻的這件事情 也必須要先講出來 所以呢你看就是講小英論文造假的人 大部分都是開地服套嘛 比如說你看他讀的時間那麼短那一定有問題嘛 可是如果你講這件事情的話它很奇怪的 因為呢就是不同的學校本來就是有不一樣的規定 倫敦大學規定的博士就是兩年 兩年最短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法國也是啊 他們的學識是兩年學識兩年碩士兩年博士 那英國本來就是六年 大學到博士就是六年的時間 就是很正常的 然後呢所以他的學識本來就是跟美國有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他們高中讀比較深也讀比較長 所以他們的大學會比較短 等等很多各種不一樣的國家的設計 再加上就是如果你用時間來講就會也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呢後來就說你看他的博士 如果你知道教授也沒博士笑死了呢 沒有博士怎麼會知道 但其實那個年代大部分的大師都沒有人讀博士啊 絕對都沒有人讀博士啊 就是博士是二戰之後 然後後來開始慢慢的就是那嬰兒潮 然後大學擴展之後 然後才慢慢出現的開始一堆人要讀博士 可是很多的很多偉大哲學家當然也都沒有讀博士 所以這個可能也不是一個好的理由 然後呢後來就開始戰嘛 後來就戰說你看學校出來講話 他說學校被收買 那你到底說 你要到哪一個程度你才會說 好 我想的是錯的 考博士這一點在這裡其實還是相當的有效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能夠再提一個命題 然後同時告訴我們 或者準備接受說他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其實是可以被證明為錯的 那麼你剩下的其實就是最多就是永遠的資源起縮以及某種 應該說是某一種資源起縮的陰謀論而已 那這個社會上其實可能還有不少事情是屬於這一類的 所以即便不能夠把所有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 全部都轉化為這一類的東西 就轉化為科學的命題 但是呢其實日常生活還是有很多的這一類事情 在民主社會當中還是有很多可以被應用到去討論實際問題 或是解決實際問題的可能性 那這其實是他在意的那一個開放社會的一個可以運作的可能性 也就是越多的人願意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精神 用這樣的方式來討論的話 那我們才不會變成是社會會變成是分裂成不同的族群各說各話 然後每個人堅持他自己的陰謀論 然後而且沒有任何一個陰謀論可以被打破 那這個當然就是走向的封閉社會是指 你沒有互相檢證對方的命題的可能性 那已經變成是一個封閉的社會 所以封閉的社會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同一個的理論 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相信同一個意識形態而所謂的封閉 而是每一個人都相信各自的民謀論 那這已經是一種封閉的社會了 所以這一點他的這種民主想像 可能對於我們現在還是有一些人用不住 老師好 我想要問說 一想假說如果不能以否證論可以翻 那麼他就是未科學還是非科學 但如果用相同的標準來寫了否證論 那否證這項假定是不是也是未科學 他有答案 他覺得這是一個歸納 不對 這是一個演繹的一個問題 就是歸納也沒有辦法 因為一大堆理論然後因為沒有否證什麼什麼等等的 他認為這是不是科學 那如果有人不認為這是科學的話 那怎麼辦 他覺得說這其實是一個不能夠用歸納的方法來作為解決 回答你這一個問題的 因為比如說像剛剛封偉提到的那個知識盛學 就是很多科學家他並不是這樣子的 他們實際的行為並不是因為否證 因為他到最後他涉及的其實是什麼才叫做科學 什麼才叫做科學這一件事情 沒有科學減證的可能性 對不對 這是一個規定性的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定義跟界定的問題 那定義跟界定的這一件事情 他本身其實是沒有存在那一種說可被否證掉的 那唯一可被否證掉的是說 如果他的命題說所有科學家都是這麼的做 但出現有科學家並不是這麼做 那他的命題就被否證掉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很小心他告訴我們說 並不是這個樣子 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一件事情的本身並不屬於 並不屬於可被檢證的一個真理之上 但對他來講說 那這個基本上是比較屬於一個界定跟邏輯的問題 應該說是一個演義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歸納性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到最後就會造成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就是 如果你其有不一樣的科學觀的時候那怎麼辦 所以他轉化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持不同的科學觀 但是剛剛好就是我剛剛談過那個問題 什麼叫做科學這件事情可否被轉化為一套科學命題 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大家講即使本人 這本身並不是 因為它涉及到是一個語言界定 我們認定這個才叫做真正的科學 所以我說我在談的是一個規範的 我認為科學的價值是在這一個地方 應該要這樣子來認定這個才是科學 但它既然是一個界定 當純的是一個界定的本身 它就不是一個可被 轉化為一個可被否證的問題 所以你最多只能夠說 科學的概念這件事情 它本身也許不是可被否證的問題 科學概念這件事情 並不是因為它沒辦法轉化為一個 你說可被否證的全真性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一個佔界定的問題 它就用來佔佔 這個我就是認為這個樣子才是 而且這是一個佔的價值 已經不是科學了 OK 如果小英的論文是假的 可以被否證 就是找出真的 那小英的論文是真的被否證嗎 如果是真的就沒辦法被否證 這是什麼呢 小英的論文是假的 都一樣 就是按照科學的想法最多只能夠說 你可不可以設計成一個可被否證的命題 那也就是說 在什麼條件底下它是錯的 在什麼條件底下你會認為 你的這一個命題是錯的 所以我剛才說 你必須要告訴我們說 在什麼條件底下你願意放棄你的想法是錯誤 比如說 對於學歷是不是真的問題 我們通常應該是說 等學校出來講話了 那就是對了吧 然後學校出來講話你就說 那學校已經被收買 那就沒了啊 所以它沒辦法否證 所以它就是 那它就不是一個 OK 那它就是一個陰謀論 它就不是一個就是可被證 就是你繼續相信 你就是繼續相信的問題而已 所以剛剛豐瑋也講到說 就是 提出這樣的想法的人 它本身必須要告訴我們 在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樣的條件底下 你會願意接受說 你錯了 直接就是這樣 我簡單的再補充一下 所以像邏輯時針論他們的主張 就是說一個命題如果是有意義的 它的意義就是它證實的方法 證實方法很類似 就是你今天要否證的話 你一定要 你說這是科學 你必須要知道否證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假設我今天跟你們兩個互討 你說小英的問題 問問問是你今天提出反復問題 你說沒有小英的問題是假的 那我們就互相約定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檢驗 那我說我們約定 有一個方法 我們就上網去LSE的圖書館去檢索 如果找得到它的論文的記者 來記錄話 小英的論文是真的 那你就接受它是 那你就接受你的命題會否證掉 所以我不需要約定 那個否證的方法是什麼 可是現在的陰謀論就是 它完全不會告訴你它否證 它沒有告訴你它的停損點 或它接受它的假設為錯的條件 它完全不講 而且不斷無限後退 一開始大家如果記得那個小英陰謀論 因為其實已經膽著去追蹤 問題實在太好笑了 最早的話 是說小英根本就沒有寫論文 那個論文是無招謝喜人 最早的說法是這樣 各位回去看最早最早的說法 是那個 反正中國的海外流亡人士 不講太好名字 OK 不是很重要的人 他說 這是無招謝 所以各位去找最早說 小英的論文是無招謝戴抄刀寫的 可的話你看到 那陰謀論它已經演化到多少東西 因為我們可以證明說無招謝沒有寫 這偏論文是無招謝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這樣我就否證掉了 可是陰謀論者是不會滿意的 他根本就沒有提出這個標準 讓你去否證他 他就拼命去找他自己願意相信的真實 所以陰謀論者 他 某程就是濫用了我們對科學的理論 OK 好 這是我們的小小的補充 導演老師你好 剛剛有聽到說就是 就是波普的這一本書 他是在 由於在二戰之後的 單方家上面 為了打對就是統合陣營的歷史決論 然後來寫作這樣子 那就是我在這部分比較好奇的是說 就是因為 基本上波普這本書應該是 剛剛談的比較多是在自然科學領域的 對自然科學哲學領域的影響這樣子 那就是關於在政治哲學的影響 或是說對於 二十世紀的實際的政治的發展 這本書所造成的一些效益 然後還有包括說 他背後的那個關於啟蒙樂 或是對於科學精神的樂觀想像 或是對於這種所謂的聚觀的體系 他的某種遺地性 這些東西對於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的勝出 或是你說 也許他對於後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不要想聽一些 就是這個實際歷史面的部分 是這樣 謝謝 實際歷史面的話 大部分的會接受他們這個想法的人 他們會轉向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 社會科學哲學 所以倫敦各地學院的哲學系 我們說除了科學哲學之外 就是社科哲 那有讀社科哲的人跟沒有讀社科哲的人 他們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他們在做政治哲學的時候 比如說 如果你讀社科哲的話 那你會 你會開始先想第一件事情 理論是什麼目的 理論在幹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好 理論是什麼呢 理論的目的大概就是有 從法法來看 他是來解釋這個世界 還是來提出詮釋這個世界的意義 因果關係的解釋 還是有關於特定的事件的意義的詮釋 還是其實你是來理解 來同情理解某一個時代某一個事件 或者是其實你是來做批判 然後呢 或者是你要來做預測 或者是 基本上 對 預測 批判 理解 因果關係解釋 好 所以它影響的其實是 做政治理論的方法 以及做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 那它的開放社會的這個概念 幾乎被轉化為某一種的支持自由主義了 剛剛峰瑋講說 他個人沒有那麼清楚的說他到底是左派 右派什麼等等的立場 但是他就是某一種的支持開放社會 開放行雄什麼 這類想法 那這在內容跟精神 其實跟自由主義 基本上是最有可能是結合在一起的想法 可是它的影響呢 我們說影響是建立了一套社會科學哲學 那這衝擊對其他的做傳統的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 它其實衝擊滿大的 比如說在他當時的年代 然後在美國基本上流行的是性威主義 然後剛剛峰瑋講的邏輯實政論 其實原本是實政主義啦 然後後來又一票人流亡到美國去 所以美國非常意外地在二戰之後 他們的整個社會科學變成了以行為主義為核心的 然後後來芝加哥學派串起來之後 慢慢地擴張到所有的領域 六零年代開始崛起 七零年代開始發起 到八零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方法 已經攻佔全美國所有的社會科學 而成為幾乎就是唯一的主流 但他們要的就是預測 要的就是預測 而且他們要的就是假定那個人是自私理性 然後就開始預測 然後就開始建構模型 然後開始來預測什麼等等 但是靠峰瑋他建立的這個社會科學哲學 他們會對於預測 能否預測這件事情本身是會有存疑的 而且會認為說 我們在做社會科學到底是要幹什麼 它的核心的理念到底是什麼 那我剛剛還少講一個 提出規範性的處方 所以到底政治理論是要做因果關係的解釋 還是要對特定的事件它的意義 你要告訴我說這個事件的意義是什麼 而且有關於意義的話 往往還是放在一個大的脈絡底下 而來理解說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比如說某一個事件啦 比如說柯文哲的崛起 對台灣的民主的意義是什麼 那你就把它放在說它為什麼崛起 因果關係的解釋的崛起 然後放在台灣的比如說民主進展的脈絡底下 然後它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你提這些事情是要告訴我們說 這好或不好 你是要批判它嗎 還是因為說這一個走向出現了某一種的問題 比如說在某種特定的條件底下才會產生出 它這樣子的一個人的崛起 所以我們的條件可能還有威權的依序的存在 所以我們就要講說 所以其實我們民主化可能還沒有完整的落實等等 但是不管怎麼樣子 從它的正義賣下來 它影響的是側面的 所有做社會理論或者所有做政治理論的方法上 我們必須要保持非常高度的方法入的意識 永遠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在講這句話你到底是在批判 還是在提出處方 還是在描述事實 同情理解的描述它 還是其實你是在做因果關係解釋 還是在提出這一件事情的意義 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的實際應用 比如說曾經在台灣民主化初期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叫做民主戰劍 朱高正 然後他是讀哲學的 還是德國的 還研究康德的 然後他就是台灣搶麥克風 然後砸麥克風 然後起來跳來跳去的那個傢伙 非常非常的凶悍 那為什麼你現在忘記他或什麼 後來他為什麼消失呢 因為他講錯了一句話 他說呢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然後這個有趣了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然後後來呢 他被罵 被罵到錯頭 罵到他覺得說台灣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都是非理性 說我講這句話 德國人會覺得說我很高明 然後台灣人竟然是對待了我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非常信心的 然後就覺得說 我的書可以在 我哲學書可以在德國出版 那台灣都不知道我的偉大 然後後來他就轉到北京大學去教哲學嘛 那這句話出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就要去區分 這句話是在描述還是在提出規範性的出發 這是完全不一樣意義的 你看他說 他如果說那個叫做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他可能以為說 我這個是描述了台灣的事實狀況 以及我在批判他 然後呢 然後媒體記者的想法是說 他覺得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是一件好事 然後他要去騙我們大家 所以這叫什麼呢 這就很典型的很簡單的 沒有社會科學哲學的訓練的人 你會把同樣一句話 做出很多不一樣的詮釋 那個詮釋也就是你沒有確定出來說 他這句話的作為一個命題 他到底是在因果關係還是在批判還是在規範什麼等等這些的 那卡普普他最大的影響 他除了某種程度影響了後面的人 就是往批判 批判歷史決定論 歷史主義這些東西 然後當然這就開始批判這些 他基本上是往自由主義那邊靠比較多 但最重要的影響其實是在於 我們所有做社會科學 那特別是在做政治理論政治哲學的人 我們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們講這句話到底是出自於什麼樣的意義 這一個陳述到底是意義 什麼樣的立場 他的屬性是什麼 所以呢 受過他這一脈下來訓練的 他們永遠都會在寫文章 盤話 所有這些過程當中 都非常非常小心地知道 所有各種陳述的屬性 然後而且彼此閱讀之間 也比較不會有什麼的誤解 跟斷情八糟這一些的地方 那所以他最大的影響其實是 對於我們做閱讀還有做理論的工作的時候 有很高度的方法論的意識 OK 這一個的想法是擴散到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裡面 所以很難說 這變成說會產生成為一套叫學派或者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倒是不一樣 所以他發展出這個學科 讓研究社會科學的人 有非常非常的高度的方法論的意識 那這就已經非常非常的不一樣了 比如說 這已經造就了你在英國讀社會科學 跟在美國讀社會科學是完全不兩回事的人了 因為如果你到美國的話 你到美國比如說你去讀政治學 一剛開始劈頭下來就開始教你 他們不教社科者嘛 不會教社會科學哲學 他們一剛開始劈頭下來就開始教方法論的東西 而且方法論其實都沒有論都只有方法 然後就開始教方法統計啦 量化啦 跑程式啦 然後學了這套東西之後叫你去找題目喔 因為你會方法所以跑去找可以使用你的方法的題目 可是你不是真正要研究社會 你不是真正關心這個社會再來尋找方法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因為你學了方法 所以要找適合這個方法的題目 然後就開始相信比如說要做民調啦 要預測啦 然後就是全部都要做這些這些的工作了 可是所有跑去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會少了批判啊 你可能會少了願意提出主方啊 那你可能會少掉了要有一個歷史的脈絡才能夠來詮釋 這一個比如說各個政治的事件啊 那這造就了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社會科學的想像 所以在英國的話幾乎是所有的社會科學訓練者 都會有經過社會科學哲學的訓練 那跟在美國的直接把社會科學要模仿自然科學 以及開始採取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統計什麼這些方法 那這個其實還是蠻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在英國的話是公認靠POPOP在這一方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不過它造就了是一個對方法律意識的提升 那當然實質的一個效果 那就會出現比如說羅爾斯的理論 英國人讀羅爾斯的理論就會開始讀你背後的所有這些的預設 那所以比如說Michael Sandel就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案例 那羅爾斯他提的那一套正義論有很多的假設預設 對人性的預設想法什麼什麼這些都有 然後Michael Sandel他就是從社會科學哲學的角度去挑戰 你這一些概念背後的關於人是什麼 人的本體論是什麼 然後知識論你如何建構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很社會科學哲學的 那他就用這些社會科學的方法去挑戰羅爾斯的實質的政治理論 那其實這一類的方法就是很典型的靠POPOP所留下來的一種依序 所以應該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是幾乎是非常的普遍在非常非常多的領域當中都會受到影響 那所以像比如說我讀博士的時候 我們只有一門必修課就是這個 然後你就只要弄懂科學研究的方法以及它的限制 以及你所想做的科學的屬性是什麼 然後再來選擇適當的方法 所以靠POPOP他建立了一個 這一個想法後來也當然影響了陰海光 也包括影響了後來林玉生 因為我是小時候讀林玉生才知道POPOP跟海耶克 就是高中的時候讀林玉生的書 那其實這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有人靠POPOP他對於社會科學哲學的這一個要求跟認識 那我讀博班的時候基本上只有社會科學哲學一門必修課 然後就是教我們的就是你要隨時辨認出 這一個人講這句話他到底是什麼的屬性 他在描述事實還是他在講他對這一個事實的批判 還是他是在做評價還是這句話是他提出來的幾方應該這個樣子 還是他在解釋一個特定的因果的關係 那我想這是他留給整個後代的 應該說在學術上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移序 就是方法的高度意識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你就很難講說 他的具體的直接影響到哪一個的理論的哪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這個通常比較難去做到這麼的細 但就是社會科學哲學作為一個素養 養成一個社會科學家的一個根本的精神 不過在這方面的話他的貢獻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講到這裡 其實剛剛已經解釋得非常多了 我覺得高芳格這本書剛剛是有幾期的第一人 他的影響在 如果講政治哲學的影響是非常小的 因為你如果看美國或英國的政治哲學 他們基本上不會受這本書影響 如果在美國 John Rose的理論你看不到很高大 沒有這種東西 英國大理說 柏林他探討這些自由主義的東西 會探討到高芳格的東西 所以他真的影響 就像比奧剛才講的就是方法論 其實我們當代社會科學那麼在意方法論的問題 其實就是被高芳格寄出來的 所以我們當代以前比如說社會學 在學一大堆 我們社會學有種不同的傳統 社會學不只是在做解釋喔 我們還有詮釋喔 還有什麼 還有批判 像卡布爾瑪斯這個社會科學的邏輯 告訴大家說 我們社會科學不只是像你們李主的小孩那麼簡單 我們做的東西很複雜 不只是解釋而已 還要深層的詮釋意義 甚至我們這種歸一半的社會學 在批判既有的現狀要解放人類 所以我們社會科學有很多種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沒有卡布爾瑪斯這本書出來的話 其實後來就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討論 可能是討論就會要拼邪 這被他激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影響其實可能是在 比較通俗的政治領域裡面 開放社會會配著一個很簡單的 catchphrase 很好用的一個字眼 拿出來丟出來一個 壁國人把人家扎死 所以說我們今天開放社會的敵人 你今天這個共產黨政權 開放社會的敵人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帽子 用來批判對方 大家應該都知道 卡布爾瑪斯他一個很奇葩 最有名的一個商人就是索羅斯 索羅斯就是高拔的學生 這個國際的大炒家 商人在炒股票 金融海嘯都要怪這個索羅斯 索羅斯還把他的基金 叫做開放基金會 開放社會的概念 所以在現實的社會裡 變成一個冷戰裡面 一個很好用的對抗工具 也可能變成新自由主義的開槍闢圖的一個守門神 你可以這樣說 會有這樣的效用 但事實上會用這些概念 他不一定去讀卡布爾瑪斯 我相信他們沒有讀過 開放社會幾級別的 這個書在寫什麼 他直接拿來就用這個字眼而已 那各位 現在其實那個 我們時間已經超過 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就稍微剪斷一點 好不好 那 性別平衡一下 對嗎 因為今天好像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老師 老師 老師好 那個 其實我最後的問題 其實想回到說 像是前面會講到 他好像理論最後會變成那種比較激烈的階層去運作 大概可以想像說 如果他提出這種方法的話 需要檢證 可能需要一定的背景 或者是指示 才有辦法去做 那可能阿波瑪斯的溝通行動 就是最後 就是你要去證成你所提出的幾張 你也是可能需要什麼種背景指示 或者是論述能力 那最後最終也是會讓基因群體比較容易站上 那所以我在想說 最終像說起來 科學跟民主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 是不是一旦提出了某一種標準之後 那民主的參與者可能就是會被限縮到某一個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像前面剛開始講的時候 好像會講說 台灣現在可能還沒有 現代性還沒有穩固 這個意義是在政治上面的意義嗎 還是說 像是 又 可是後面又講說什麼 像卡普克這種 比較僵話 就最後變成官僚式僵話的這種想法 可能對台灣社會來說又不太適合 所以就想請問一下說 兩位老師對於民主的想像 還有就是對於台灣目前現狀的想法 那這個地方會有什麼危險 讓我們就稍微一間斷回應一下 所以我會講 所以我會講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階段性的任務 因為科學跟民主這種想像 其實從這個啟蒙時代就開始出現了 這個東西有意義在於 為人要對抗的是威權的體制 那個年代是宗教的威權 或者是政治上的威權 我覺得提倡科學跟民主 有互相加強的效果 它可以解除這些幽靈 因為 霍普說講這種封閉社會 就是一種充滿禁忌的社會 我們要服從權威 服從既有的傳統 不能夠做任何的改變 所以科學可以幫助我們鬆綁 讓我們可以 有更多民主參與的可能性 這時候是有加強的功能 但如果你今天 如果走得更後現代一點 如果你今天科學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科學指的是 自然科學那一套東西的話 其他的人文的思考 就全都排除在外 這時候的科學對於民主 如果你今天民主設想的 如果是更左派的 群眾民主的概念 或激進民主的概念 這樣的科學是有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左派的人或激進民主的人 當然很討厭 搞搞搞的這種說法 那如果你才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但我覺得 要看階段性的人 羅說很難說 科學跟民主 是不是必然之間互相強化 可沒有張力 我覺得要看不同的時代的背景 但台灣 我覺得一號也相信這一點 因為台灣其實還在很前現代的狀態 我們還很多 既有的那種思想的偶像跟威權 還沒有破除掉 這時候我們去談科學 跟民主之間的觀念 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我們還沒有資格到或現在那麼要遠 我們還沒有資格到或現在那麼要遠 我們要再看幾句話 我再看幾句話 來跟阿倫 我這樣比較簡單 其實就是 我的確認為我們還處於 還滿前現代的階段 應該說我們的社會處於前現代階段 而民主也還沒有完整的走出威權的階序 然後流行起來的東西變成是後現代 所以我們卡成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 詭異的現象 那就是很典型的台灣 所以這變成也得回到我們為什麼要去談 老派的關係 就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走過這種 Cow Pop這一個對整個社會 已經普遍認同開放社會 然後以及威權提示有某種不好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會相信科學專業 然後我們要求 而且科學專業還是不容許挑戰的 那這是很典型的威權時代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包括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經濟啦 經濟出現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應該說經濟問題出現的時候 或很多社會問題出現 我們就會說要找專家來解決 那這個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認真讀了Cow Pop的東西 那你會發現說 科學家其實 他講的說應該這個樣子 但很多科學家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應該要知道說 在我們的科學 在台灣的科學 或者是擁有科學專業的人才 他本身被當作是具有一種權威的時候 而不容挑戰 那這其實是某種程度 他也是有害民主的 那所以我覺得說 最少最少他的這個想法 會告訴我們說 在什麼樣子的狀況底下 或我剛剛也說 在特定的階段當中 他的這個講法會是非常非常的對有效 但最後呢就是不能夠 不能夠因為他說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就好像就認為說 所有的科學都只是尚未被檢證的 所以我們就都把它當作說 所以他是錯的或不可信的 Cow Pop也不是這樣子講的 他說是尚未被否證掉的 尚未被否證 他仍然是在很多很多的經驗證據所堆疊起來的東西 他不是一個毫無基礎的東西 這一個命題不是毫無基礎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就是說那一個尚未被否證這一件事情 並不是通往一切都沒有真理 什麼什麼的這個概念 或完全的道德相對論上 其實他要的反而也不是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這可能我們還是必須要小心一點點 他講的是任何的科學的權威 他現在講的那個權威 其實都還有被挑戰 或者是都還有可能錯誤的可能性 但因為剛剛有一位朋友已經提到了 就是說如果他後來被證明為錯 結果後來被證明為錯 其實是我們找到了更出向的一個講法 可以來解釋前面我們以為對的東西 所以這仍然是說前面堆疊起來 我們認為說還是某一種的證據 也不是因為這樣子就被完全的推翻掉 是解釋這些證據的理論框架被推翻掉 而不是說等於之前的所有的證據就全部都錯 這個還是不一樣 所以我再回到最後一個 烏鴉一直在飛過去 黑色的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然後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烏鴉就是黑色的 就是這些下的烏鴉就是黑色的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命名 後來出現了白色的烏鴉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所以並非烏鴉全部都是黑色 可是這不代表說之前飛過去的黑色烏鴉都不是烏鴉 所以這所謂的否證掉的東西 你是否證掉原本你認為說 已經可以解釋全部前面全部的東西的這一個理論 而不是這一個證據就本身全部都要被當作 所以那些都不是證據 那些都是真的 所以它是在建立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之上 它通往的其實是 就是馮文他剛剛講到了就是廢邊社 那當然就是廢邊社就是典型的文字經濟學院的核心的精神 就是漸進改革 所以穩健當中去改革 然後去放棄過去的這些理論 然後科學的進步是 慢慢放棄掉那些不能夠解釋一些毅力出現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再去更大膽的做新的假設 然後嘗試去找到可以再解釋 連前面我們已經可以解釋好的東西 都還可以被收納進來 所以同時可以解釋黑烏鴉跟白烏鴉 的那樣子一個理論 所以整個說 有嗎 就是我們認定的烏鴉都是黑色的 但可能的特殊狀況會有白色烏鴉 所以再去尋找 那會變成說OK 它可能是突變 或者是意外的狀況底下 你會有白色烏鴉 但這不代表說 通常狀況有黑色烏鴉 這個是錯的 所以你找到另外一個理論 可以同時解釋了黑烏鴉跟白烏鴉的出現 OK 那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一直堆疊上來 所以它才抱有了這樣子一個理想 覺得科學進入就是可能的 我們否證掉 然後否定掉了前面 所以任何一個否證掉的 任何一個與我們現在想法不一樣的證據的出現 都是推動我們去尋找一個更抽象 或者解釋力更大的那一個理論框架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不是所謂的 Gugging the dog 就是它那個是 像後續那樣說 所以你看什麼都不確定啊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還知道很多 對靠谷人來講 OK 好那現在其實時間已經超過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集有先到這裡 那可不可以給兩位辛苦的老師一個掌聲 謝謝 那我非常謝謝大家今晚的參與 那我們現在的活動就到這裡結束 那大家在離場的時候 記得要把進行的聲音帶走 謝謝各位 謝謝